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来到童话故事会 睡美人的故事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 可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版本 古老而美丽的城堡里生活着一个美丽的公主 可突然有一天,公主陷入了沉睡之中 往后急得哇哇大哭,眼泪像不要前世的朋友而从 可是她的孤生并不能唤醒公主 国王也是温着急,他晃动着公主的床铺 希望公主能够从睡梦中醒来 可公主还摄毫无动静 国王打电话给有名的医生 医生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坐着马拉车赶了过来 他想要用电锯把公主锯开来查找病因 当然这个可怕的庸医被轰了出去 终于,国王打电话给了王子 毕竟传说中王子可以闻醒睡美人 于是王子升起白马以特殊的出场方式出发了 一路上他疯狂的骑行着 有一种把白马当作王马用的急事感 就在王子赶来的过程中 国王也没闲着 他想利用噪音把公主吵醒 不过还是失败了 终于女巫出现了 国王让女巫拿着魔法棒唤醒公主 可这个女巫显然不太靠谱 她不是把公主变成了驴 就是把公主变成了怪物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公主恢复原样 我们的王子这一路上走来也是侃侃颗颗 终于她和白马一起坐着人拉车来到了城堡里 但是她的吻对公主来说完全没有用 就连白马亲自出马都不行 这个怎么办呢 王后又挤得娃娃大哭了起来 可突然闹铃声响起 公主慵懒地睁开了双眼 留下满屋子的人面面相亏 故事最后小渊想说 其实在这个城堡里的许多都是不正常的 比如说马拉车 再比如说医生看病的时候不是看伤口 而是检查病人的其他部位 只有公主的思维是对的 闹钟响了 她才应该起床 显然这是一个不按规矩做事的国家 但是她们拥有一个十分懂规矩的公主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留言评论展方哦